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 不仅遵循了一国两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方针 而且根据澳门实际 创造了许许多多具有澳门特色的经验做法 不仅可以用来指导未来澳门的实践 也可以为香港提供一定的借鉴 10月19日 应日莲花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表示 一国两制是一个科学构想 在实践中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澳门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经济方面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介绍 澳门经济稳定发展的过程 也是澳门进行一国两制方针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如今澳门在保持主要支柱产业优质稳定发展的同时 也基本形成了经济适度多元的格局 在教育方面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副理事长李佩林 结合近期香港局势指出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与爱国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澳门在推行爱国教育的过程当中 积累了不少的成功的经验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教育者必须有坚定的爱国立场 这是成功与否的限决条件 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 全国港澳研究会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 澳门基金会主办 包含开幕式主题演讲 及专题研讨等多项议程 与百位有关部门负责人 澳门代表 港澳和内地学者出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